嵩山大战 明朝军队惨遭失败 朝已震惊 但更让人感到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明朝兵部尚书兼寄辽总督的红成筹 居然投降了清朝 那么红成筹为什么会降清 在忠孝观念盛行的封建时代 保读深书的红成筹 他真的就不在乎自己的气节吗 难道红成筹降清 真的是因为装飞劝想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 明王清新六十年第四步的讲述 将进此开始 嵩山大战 明朝军队惨遭失败 十几万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而兵部尚书 纪辽总督红成筹 及手下众多将领的背俘 更是个举朝震惊 但最让人感到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深得崇祯皇帝重用的红成筹 居然投降清朝了 那么红成筹为什么会降清 作为保读师书 位高权重的红成筹 他不会不明白孟子所说的 富贵不能隐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的道理 在忠孝观念盛行的封建时代 近世出身的红成筹 他真的就不在乎自己的明节吗 那么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红成筹投降清朝的呢 难道真的是像一些书籍所描写的那样 是因为中了皇太极所施的美人计 说皇太极派出自己心爱的妃子 庄妃来劝想 从而才使得红成筹不惜背叛明朝 不惜抛弃自己的志向和节操 事情的真相是否真的就是这样的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北京满约会会长延初年 为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 讲述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红成筹详经 就是松锦大战 既对明朝意义很大 用明朝军事上 政治上等等 受到沉重打击 关外 清朝的势力更强 他投入很大力量 结果中原地区他又放松了 后来农民军又再次兴起 两个战场是互相影响 松锦大战对清朝来说 意义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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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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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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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